对于中国而言 人口一直是我国持续关注的焦点之一 毕竟中国的发展情况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 因为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 甚至是西方最为看重的市场 有着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中国人口较多 无论是消费能力还是研发能力 完全不是西方国家能够相提并论的存在 因此 中国人口的发展与我国未来综合国力提升的速度 有着一定的关系 没有想到的是经过多年发展之后 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却在不断下降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 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 这属于首次跌破了10% 还创下了从1978年开始有史以来最低的数据 而童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5% 同样也是1978年以来最低的情况 按照这一趋势来看 中国2020年大约有1200万新生儿出生 与2019年的1400多万相比 大约下降了18%左右 如果假设2021年的死亡人口数量没有太大的变化 基本上会保持在997万左右 这就意味着中国人口出现了零增长的情况 当然随着中国人口出现拐点之后 也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也许很多人认为这样可能会让中国人口提前进入负增长的时代 可是对于15后乃至20后而言 意味着上大学变得更加容易 与中国情况相同的还有韩国 根据韩国统计的数据来看 2020年韩国高考人数为49万左右 属于从1994年以来首次跌破50万 因此韩国高校一度出现了招生难的情况 按照中国的数据来看 2020年高考人数为967万左右 而2021年的全国高校招生人数达到了1017万左右 可是2021年的高考报名人数为1078万左右 这两者几乎处于接近状态 倘若2021年出生人口数量降低至1000万以下 而中国高校的招生名额一直保持在1000万以上 那么2021年后出生的孩子 很有可能会实现人人都可以上大学 甚至人人都可以上得了心仪的大学 对此可以说中国人口出生率暴跌 人口出现拐点并不是一件坏事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 当21后大学毕业之后 由于毕业生数量变少 而工厂与用人单位想要招到合适的人才 意味着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提升月薪 也就意味着此前相同的工作 可能月薪在5000元左右 可是21后毕业之后 同样的工作月薪可能涨至8000元到1万元左右 如果这种情况属实 那么21后很有可能不会继续选择晚婚晚育 毕竟经济压力减小之后 完全可以早点结婚生子 届时中国人口出生率将会有所改变 也就意味着21后出生之后 不仅可以人人上大学 同时也有望改变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情况 对此可以说 目前来看 人口出生率较低虽然存在一定的弊端 可是从长远发展来看 却未必是一件坏事 至少对于大学毕业的21后而言 并不是一件坏事 因此那些想要二胎 或者想要三胎的家庭 一定要搭上此次的顺风车 这样可以极大程度的保证自己的孩子 能够在大学毕业之后 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而且还能早点让自己抱上孙子 此举完全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也就意味着人口出生率短暂的下滑 可能是为了将来能够得到更好的提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